隨著疫情的變化 最近多了個案 在油麻地、深水埗這一類的 我們叫做街區的狀況 我們都是把這個污水監測的重點 移私到這個地方 幫助相關部門 拿到多些參考資料去抗疫 以這個油麻地、佐敦、伊達為例 近期我們都是在不同的街區 做一個污水的監測 看到他們的陽性情況分佈 能夠幫助相關部門 去定一些相關的措施 我們將來都會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因應疫情的發展 我們在近期透過局務處和港大 已經加大了相關的檢測能力 加了一倍左右 令我們更快地在這些所謂的小區 更加好 快點 多一些相關的數據 是可以輔助我們一起去抗疫的 如果能夠早些找到這些狀況 是可以幫助相關的居民 是一個早發現 早隔離 早傳遇 是可以幫助大家一起同心抗疫的 在那些其他地方 是可以? 不要不打扣 是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